西城秀鼠心臟衰竭離世 中年63岁日本男歌手西城秀鼠因心脏衰竭 于昨日日本时间晚上11时53分于衡宾市的医院离世 中年63岁 他于4月25日于家中晕倒送院 最终返魂伐术 其家人将为他于本月25日在东京青山藏仪所设灵 26日出病 西城秀鼠于70年代走红 当年凭住一曲YUMMANYMCA 风靡日本及亚洲各地 但近年健康麻麻 2003及2011年经历两度中风后 留下后遗症 导致又本身麻痹 虽然行动不便 但西城秀鼠依然毛放弃歌唱事业 去年10月曾开扫及推出DVD 纪念期初到45周年首个偶像病逝 苏永康激在西城秀鼠出色日本男歌手西城秀鼠因病离世 中年63岁 歌手苏永康对西城秀鼠的思讯感到惋惜 他向东王表示 其实西城秀鼠第二次中风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 因为一家网上平台发达 我喜网上帝曲前年60岁在同歌迷在居凯最后一张唱片 我有特登飞去日本买 虽然我有心理准备 但我都无开心 因为西城秀鼠1978年第一次离香港 曲应该戏我生命中第一个偶像 积攒西城秀鼠出乡苏永康旭说 如果大家第一番好多曲过去开演出 传统所有艺人应有楷生色异 曲都有 曲原本戏一个鼓手 曲打鼓好了 曲一都自创作一个表演风格出离 影响当代好多歌手手 可惜曲习48岁凯一次中风 中风习十年内好容易第二次再发 珍惜好不幸 数年后 曲再发第二次 之后习往上帝翻曲以前唱歌好生猛 后来已经要问邓里唱歌 所以好唏嘘 我又递过曲开访问 中风之后曲说话都讲舞蹈 条例都讲舞蹈也 靠曲对宰女精神支撑曲去慢慢学翻 奇迹的起翻席度唱歌 好可惜又病发 抱着两次血管都应该问题好大 所以我有心理准备 好无愿望去接受那个事实 你地区同期开歌唱首相遇美非常之健康 健康系好重要 西城秀属席我新注面系代表 驻七十年尾 八十年代初日本已能界一个最top 曾经最红一个歌手 议系第一个习北京可以开演唱会开日本歌手 曲作做好多日本歌手毛做过开也 第一个冲出日本离香港开歌手 梅艳芳签线实习城秀属苏永康在表示 我平时讲野毛含杂乱 那个感受好难形容 一家我唯一希望去凯太太同两个小朋友 可以健康成长 家人节哀 我同曲只有一面之缘 我习曲面前胆敢唱当年凯 Careless Whispers 因为没姐 没艳芳 叫 唱完之后去航上台送作一支烟壁我 但我无时焉 本来想keep住 但逼个朋友时作 我中闹作个朋友一餐 各个朋友都无息度走昨天 所以生命系好脆弱 好多也无心理掌握之中 大家都要活在当下 接受那个事实 永远怀念我开偶像西城秀术 西城离香港玩 没姐带徐出去扑 特登叫买我 徐第一次习伊丽莎博体育馆开手 我前作几星期零用钱 买作张150美元第一行凯飞 当年中未有新秀歌唱大赛 因为没姐个样好艺人 之后到没姐参赛开时候 我中任的曲戏西城开歌谜 我第一段婚姻失败开时候中住席潜水湾 没姐试过半夜入离潜水湾同我亲戚 亲戚开时候 我弟都中戏听进西城阁 蔡乙杰网上悼念苏永康旭在社交网悼念对方 我省大部分人都无知相众人编歌 曲戏我生命中第一个偶像 一个真正声色异剧全凯表演艺术家 他在舞台上的一切仍然深深影响住现在的我 他不须再受苦了 我永远记住他最灿烂的一面 永恒的西城秀树先生 请安息 另外 曹猛成员蔡乙杰亦在网上发文导念西城秀树 指对方是赤扎一时的实力派偶像歌手 望对方能安息 给欢迎订阅